近日张子怡在微博发表了摩天大楼观后感 称对比之前的中国电视剧摩天大楼叙述手法独特清晰 故事引人入胜 她还点赞女主角的饰演者Baby 她表示大家曾经对Baby在表演上的质疑可以暂且搁置了 她演的美宝真至自然 让我觉得美宝 她对这个角色的投入与呈现值得肯定 有时不想着怎么去演 反而会更加有魅力 有网友留言问她是否被绑架了 张子怡表示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对此Baby也在微博留言回复张子怡 谢谢子怡姐对我们这部作品的喜欢 我需要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 各位老师对我的帮助也很大 会继续加油 也希望在这个世界上 不要再有下一个中美宝出现 就在不久前 Baby在摩天大楼中的哭戏便引起热议 对于Baby的演技 网友的评价包贬不一 但是毋庸置疑 她的演技确实在进步 大家期待她的下一部作品吧 Baby加油 而风声 대�蓮子 大 dr 黑 那么 在